我是希望市政府在下一次提到的時候 能夠把你的現況實測圖套用在你的 這個所謂的S型的造型上面 這樣我們才知道說 你到底這個建築物在規劃上 距離這個樹到底有多遠 而且在施工的時候有一定要退縮的距離 才能夠抓得比較準 另外我是不曉得樓上的中繼住宅 它的坪數還有幾種形式 依照現在來看起來像是一條龍的方式 這樣的話對於設計上來說 因為我也算是業內人士 我知道超過八樓以上 它的公共設施最少兩隻樓梯、兩隻電梯 而且還有一隻樓梯是無障礙樓梯 這個會增加空設比 所以我想說你們是不是能夠把平民族能夠提供出來 這樣的話我們才能看得更清楚 因為基本上我認為這個是不太可行的 謝謝 好謝謝 下一位 廖玉梅是廖查者 好麻煩 各位相親晚安 其實我們剛聽到各位長官的這些給我們編織的這個願景 我們其實會感動 但是等我們回家以後我們會再醒過來 所以下次我們會用更嚴苛的態度來面對你們 來給我們做交代 那很多東西呢當然就都是剛剛局長講的第一次 是其初的第一次 我們會follow 那還有就是說我們希望下次來的時候 可以有一些比較更技術上的東西 比如說社會住宅的管理規則 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要不然的話 我想全台各地 你只要提到公共住宅 大家的寒毛就竖起來了 因為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對於台灣人的管理能力 我們是沒有信心的 特別是我們的公家單位 實話就是這樣子 謝謝